依靠天父的爱 触摸家人的心 朋友平安 让我们陪你读圣经 一天一章生命发光 今天来读 历代志夏第29章 在雅哈斯过世之后 他的儿子西西家 起来继承了王位 很特别的是 西西家的作为 和爸爸完全不一样 西西家不止诚心悔改 更带领尤大百姓 竭尽自己修复圣殿 重新回到天父的面前 在经历过多年的黑暗期之后 尤大终于迎来了 这次重要的改革 所以接下来 我们要用四个章节 来认识这位君王 还有天父的怜悯 和看顾 让我们一起来读 历代志夏第29章 历代志夏第29章 西西西家登基的时候 年25岁 在耶路撒冷座王29年 他母亲名叫亚比亚 是撒加利亚的女儿 西西家行耶和华眼中 看为正的事 效法他祖大卫一切所行的 元年正月 开了耶和华殿的门 重新修理 他召众祭司和立卫人来 聚集在东边的宽阔处 对他们说 立卫人啊 当听我说 现在你们要洁净自己 又洁净耶和华 你们列祖神的殿 从圣所中 除去污秽之物 我们列祖犯了罪 行耶和华 我们神眼中 看为恶的事 离弃他 转脸背向他的居所 封锁狼门 吹灭灯火 不在圣所中 向以色列神烧香 或献烦祭 因此 耶和华的愤怒 临到犹大和耶路撒冷 将其中的人抛来抛去 令人惊骇 吃笑 正如你们亲眼所见的 所以我们的祖宗倒在刀下 我们的妻子儿女也被掳掠 现在我心中有意 与耶和华 以色列的神立约 好使他的烈怒转离我们 我的种子啊 现在不要懈怠 因为耶和华拣选你们 站在他面前侍奉他 与他烧香 于是 利未仁戈侠的子孙 亚马赛的儿子马哈 亚撒利亚的儿子约尔 米拉利的子孙 亚伯底的儿子基士 耶哈利勒的儿子亚撒利亚 格顺的子孙 西马的儿子约亚 约亚的儿子伊甸 伊利撒凡的子孙 申利和耶利 亚撒的子孙 撒加利亚和马探亚 西曼的子孙 耶歇和士美 耶度顿的子孙 士玛亚和乌靴 起来聚集他们的弟兄 捷径自己 照着王的吩咐 耶和华的命令 进去捷径耶和华的殿 祭司进入耶和华的殿 要捷径殿 将殿中所有污秽之物 搬到耶和华殿的院内 历位人接去 搬到外头吉伦西边 从正月初一日捷径起 初八日到了耶和华的殿廊 用八日的功夫 捷径耶和华的殿 到正月十六日 才捷径完了 于是他们觐见西西家王 说 我们已将耶和华的殿殿 和凡祭坛 并坛的一切器皿 成设柄的桌子 与桌子的一切器皿 都结尽了 并且雅哈斯王 在为犯罪的时候 所废弃的器皿 我们预备齐全 且结尽了 现今都在耶和华的坛前 西西家王清早起来 聚集城里的首领 都上耶和华的殿 牵了七只公牛 七只公羊 七只羊羔 七只公山羊 要为国 为殿 为犹大人 作赎罪计 王吩咐亚伦的子孙 众祭司 现在耶和华的坛上 就宰了公牛 祭司皆血 撒在坛上 宰了公羊 把血撒在坛上 又宰了羊羔 也把血撒在坛上 把那座赎罪计的 公山羊 牵到王和惠众面前 他们就按手在旗上 祭司宰了羊 将血献在坛上 做赎罪计 为以色列众人赎罪 因为王吩咐 将凡计和赎罪计 为以色列众人献上 王又派立位人 在耶和华殿中 敲拔 骨色 弹琴 乃赵大卫和他先见迦德 并先知拿丹 所吩咐的 就是耶和华 借先知所吩咐的 立位人拿大卫的乐器 祭司拿号 一同站立 西西加吩咐 在坛上献凡计 凡计一献 就唱赞美耶和华的歌 用号 并用以色列王 大卫的乐器相和 会众都敬拜 歌唱的歌唱 吹号的吹号 如此直到凡计献完了 献完了计 王和一切跟随的人 都俯伏敬拜 西西加王与众首领 又吩咐立位人 用大卫和先见亚撒的诗词 送赞耶和华 他们就欢欢喜喜地 送赞耶和华 低头敬拜 西西加说 你们既然归耶和华为圣 就要前来把祭物和感谢祭 奉到耶和华殿里 会众就把祭物和感谢祭奉来 凡甘心乐意的 也将凡祭奉来 会众所奉的凡祭如下 公牛七十只 公羊一百只 羊羔二百只 这都是做凡祭献给耶和华的 又有分别为圣之物 公牛六百只 绵羊三千只 但祭司太少 不能拨进凡祭生的皮 所以他们的弟兄立位人帮助他们 只等凡祭的事完了 又等别的祭司自节了 因为立位人诚心自洁 胜过祭司 凡祭和平安祭生的支游 并凡祭铜献的奠祭甚多 这样 耶和华殿中的事物 居都齐备了 这世伴的圣素 西西家和众民都喜乐 是因神为众民所预备的 经文的最后说 这世伴的圣素 西西家和众民都喜乐 是因神为众民所预备的 原来 犹大能在这么短的时间内 经历大复兴 是因为天父的慈爱与能力 亲自运行在这地 亲爱的朋友 你一直以来也都很希望 敬拜赞美神的声音 能充满你的家庭 职场 甚至是整个家族 对吗 鼓励你 在我们所不能的 在神 凡事都能 就让我们 倚靠天父的能力 常常为周遭环境的 复兴来祷告 相信神同在的感动 胜过千言万语 能真实触摸到 许多人的心 我们一起来祷告 亲爱的天父 求你亲自运行在我的家族和职场中 触摸许多家人朋友的心 使他们都能回转向你 得着全新的生命 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圣名祈求 阿们 祝福你 前方有神带领 陪你读圣经 我们明天见 耶稣爱你 为爱你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